第三項的規定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資通信傳播委員會 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以無增設中央二級獨立機關的空間 促轉條例草案第二條規定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不受組織基準法 及行政院組織法相關規定的憲制 不符憲法徵修條文 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的意志 與政府長久以來推動 組織改造貫徹組織 及原而精簡的原則不符 第二 與現行法律進合 有於另立專法的必要 這個部分有待商榷 促進促轉條例草案第二條的規定 轉型正義的任務項目 包含開放政治檔案 清除威權象徵 保存不義遺址 貧富司法不法 還原歷史真相 並促進社會和解 處理不當黨產 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在開放政治檔案方面 為了使特定事件檔案 有其叫一般檔案更為開放 應用的法律依據 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已經提出 檔案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增訂228事件或戒嚴時期特定事件 當事人及繼承人得全面越南操入相關檔案 以及允許個人隱私以外部分複製 同時增訂個人隱私之國家檔案 得經佐證同意或提供學術研究等規定 相關修正條文並以105年2月1日 2月1日喊請貴宴審議 在貧富司法不法 還原歷史真相 並促進社會和解方面 政府已經在81年2月28日 公布228事件調查報告 並於84年4月7日 制定之228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結合受難者家屬及社會顯打達成 成立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 持續辦理賠償金發放 真相發掘受難者名義回復工作 令於100年2月28日成立國家級的228國家紀念館 透過公開相關歷史文獻 提供社會多元討論空間 協助民眾了解事件的真相 並使國民對事件有更深入的認知反省 落實歷史的教育 另外為積極協助回復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的權利 以及使戒嚴時期不當判亂 即毀疊審判案件的受裁判者 以解嚴後得以獲得補償或救濟 政府已制定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 戒嚴時期不當判亂 即毀疊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等相關法律以為準據 是對於戒嚴時期受非法拘禁 起開以後相關黨團及委員 已有針對爭議黨產處理的相關 法律提案 目前以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當中 因此上開促轉條例 查案所謂規範相關的事項 目前以進行相關處置 一定有相關法律可作為規範的準據 若現行法律仍有不足之處 可透過制定強化或修正 現有相關法律規定的方式來處理 如在制定促轉條例 可能將遠深與上開法律規定 禁合的問題 其必要性 值得商權 第三 涉及權力的分立部分 以徵詢司法機關的意見 有關促轉條例 查案第六條的規定 威權統治時期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所追溯或審判的刑事案件 應以重新調查 貧富司法不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 促轉會為調查相關的事項 得通知有關機關等到場 陳述意見 要求提出相關資料或證物 派員前往有關機關 常所為必要之調查或勘驗 但審判中案件資料的調閱 應經系數法院之同意 上開條文規定 涉及司法機關的職權 以徵詢司法機關的意見 中上我們支持 支持促進轉型正義 這樣的一個議題跟方向 但是手段光滑 以及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都可以來討論 可以來接觸共同臨機共識 所以促進轉型條例的規範事項 因為它涉及層面廣泛 社會各界還有不同的意見 有必要等待更進一步的討論 以及擬距共識 剛剛主席也有提到 在座各位委員也有提到 希望能夠多辦幾場的公丁會 對於這個議題 目前社會各界 我覺得了解有限 如果能夠透過多場的公丁會舉辦 讓社會來了解 如何來達成 達成轉型正義的目標 手段跟方法 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今應該 來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麼以上的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 謝謝秘書長的說明 好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之後 開始進行尋答